扎克·施奈德导演剪辑版《正义联盟》将于3月18日在HBO MAX上与大家见面 随时间的临近 扎导也放出了又一支先导预告 我们能断定扎导版《正义联盟》中的小丑比院线版中的小丑更小丑吗 那是当然了 尽管预告片中大部分镜头都是我们已经见过的 但是其中仍然透露了不少有趣的信息 就比如小丑这个犯罪王子与黑暗骑士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看看我们能不能从预告片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吧 没错 尽管在此之前 本阿弗莱克和杰瑞德·莱托已经参演了多部DC宇宙的电影 但是他们饰演的蝙蝠侠与小丑却从未见过面 蝙蝠侠与小丑之间早有机会 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 小丑杀死了蝙蝠侠的助手罗宾 而在自杀小队中 蝙蝠侠也给哈利·奎英与小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但是直到这部电影之前 他们二人饰演的角色还没有同时出现在樱幕上 在这支预告片的最后 我们看到的场景可不像是两个积怨已久的会面 这一幕发生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 蝙蝠侠的一个预知世界末日的噩梦之中 噩梦中的那个世界超人已经转向邪恶 并且以达克赛德的名义直接接管了世界 蝙蝠侠则用尽一切手段来反抗 他所佩戴的护目镜以及身上的大衣 都说明了这一画面发生的背景 而扎导也在进行的采访中确认了这一情报 这个场景的有趣之处就是 这是小丑在直接跟蝙蝠侠讨论什么是蝙蝠侠 扎导说 是小丑在跟他分析蝙蝠侠到底是谁 以及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里的小丑与自杀小队当中 作风浮夸满是纹身的小丑 判若两人 他在汽车前面遥望着远处城市的废墟 浮夸的作风以及纹身早已消失不见 而小丑但充满个人风格的装扮 现在也透露着浓浓的西部风 换句话说 这只小丑看起来更加可控 这一场景也让我想起了最近的漫画 蝙蝠侠地球最后的骑士 漫画中布鲁斯·韦恩在几十年后的未来醒来 发现其实他也从来不是蝙蝠侠 而此时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土 这篇故事由斯科特·施奈德撰写 在这个世界中 小丑把自己看作是蝙蝠侠的朋友 他竭尽全力让布鲁斯·韦恩想起作为蝙蝠侠的一切 而这个世界中 罗宾的存在却只会让蝙蝠侠更加软弱 所以或许扎倒也想用他们两个 处于同一阵营中的方式来刻画小丑 而他也曾暗示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 末日蝙蝠侠配枪上的小丑贴纸 所表现出的背后含义会是一个关键 尽管这个预告只有短短几分钟 但是带给我们的背景信息却很多 预告的其他片段表明 刚故也会在末日的噩梦中出现 而预告开始则给我们展现了 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中 超人自我牺牲的场景的另一视角 就像他说的那样 超人这一吼似乎又与母合的启动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最终导致了故事的最终反派 达克赛德的出现 与院线版不同 这次黑暗君主与他最忠实的荒原狼 一起出现在了电影 而且也对荒原狼的外观进行了彻底的重置 达克赛德的旁边似乎是慈祥奶奶 刚故雷废舍也在推特上确认了这情报 在漫画中 慈祥奶奶是黑暗君主达克赛德手下的得力干将 也是他手下精英部队 复仇女神战队的领导者 而超人也终于换上了传言已久的黑色服装 尽管这个设定在任性版中被整个砍掉了 但是现在黑超回来了 在这个超级帅气的片段中 超人终于拿出了他的热视能力 漫画中黑超是在毁灭日之后 被母核复活之后出现的 时间线终于在这里对上了 不过扎岛剪辑版《正义联盟》中的超人 到底为什么换上黑衣 是与漫画中一样 在复活之后需要补充能源 还是这其实是末日噩梦中黑化超人的行头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想要知道答案 就在3月18日亲自去HBO MAX上观看 扎岛剪辑版《正义联盟》吧 《正义联盟》